這在學術界當然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而這一次被國際期刊大動作撤銷的六十篇論文當中 其中有五篇的共同作者 還包括教育部長蔣偉寧 蔣偉寧今天下午特別開記者會澄清 表示他根本不認識陳振遠 不過陳振遠的雙胞胎兄弟陳振武 是他十年前指導過的博士生 畢業之後雙方仍然有合作 或許是因為這樣才扯上關係 卷入論文疑似造假投稿國際期刊 被撤銷六十篇的大事件 牽涉學術界最重視的學術倫理 自己又是教育大家長 蔣偉寧不猶豫第一時間出面說明 一開場就澄清研究團隊和這起事件 沒有關聯 自己是到昨天下午才知道這件事 也才知道被撤的五篇論文裡 其中一篇掛有陳振遠的名字 而雖然自己不認識陳振遠 不過十年前指導的博士生陳振武 是陳振遠的雙胞胎弟弟 由於陳振武畢業後仍和他合作 而陳振武也與哥哥長期合作 推估因此被調查 張偉寧說一九八八年回國一九九二年升等 鄭教授沒必要拼升等積分而被撤的這五篇論文都是紮實的研究 以和期刊聯繫 也希望陳振武能出面說明 記者林曉惠 沈志明 台北報導 他定義非殖文緣如果不縮補 交cu構描繩著記者林曉惠 响